大家好,虽然我们的造谣传谣的事业遭遇了重大的挫败 但是我们还得继续,对吧 我再说一遍,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 我再夸奖我一次,我从来没有说我说的话是真相 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是智商敌人 还是太不会开玩笑了 老觉得你说的话没有意义是对的 我怎么可能对呢 你关于我的造谣传谣 你既不能说对,也不能说不对 对吧,它就是个造谣传谣本身 因为我又不是中南海的一个下水滴滴老鼠 我都人不在中国 你获得的消息可能比我更靠谱 我的频道就是在于好玩 在于幽默,在于打发时间 我刚刚做过一些节目的嘛 就讲说你读书你一定要写 你读书的时候你一边读书一边写 就像苏老师一样写读书笔记 一写他把自己写出来了 写作成功的养护自己的一个技术 这叫工作了 读书不动笔 叫打发时间 那反过来视频这个东西啊 那就扯闲片 视频这个东西你怎么折腾 怎么搞 他都叫做打发时间 看视频的人都是打发时间的人 包括我做视频的人 我从来没认为我的视频有任何的价值 如果说非得也有价值 就是我让你度过了一点点快乐的时间 这打发时间嘛 是不是就这么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我说无数字的有一天我年纪大了 我不想做视频了 我就会把所有的视频一键删除 没有任何意思的 是吧 这个号也就没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我的文字我很珍惜 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价值 我会一本一本的把它出书出来 希望大家买我的书看 我来也希望自己能够留几本 留个谁看呢不知道 也许留个上别看吧 唉 就这样 人就是这样 人有时候很孤独的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 包括我们的杂药传药士 也一定要坚持 这两天吸包子的团队出来了嘛 有一个看点大家好像也就慢慢就忘记了啊 然后视频就是这样子的 一阵一阵的 真的 今天傍晚的时候 天要黑了是吧 阳光也暗淡下去 这时候突然有一团一团的蚊子 是吧 蚊子或者苍蝇就乌龙一下 成团像乌云一样的就出现在天空 然后过来一会儿搜了一下就飞走了 做视频也是这样子的啊 真的没有任何区别 真的 比如说你在你在地上 如果倒一倒一杯糖水倒在地上 你过来一会儿发现一堆的这个什么蚂蚁 他就过来了是不是 然后过来一会儿糖水都吸干了 一堆蚂蚁就不见了 做视频他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是强烈建议 如果你真觉得自己有想法 拿起你的笔认真的写作吧 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是为了像我一样的 就是为了打发时间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赚点小钱 那你就做视频吧 我说过无数次啊 我跟我家里我太太我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得亏有这个视频 得亏有这个做点视频 因为否则我没事干 真的 否则我会非常的无聊 干嘛去啊 一天到晚这么多时间是不是 你睡也睡不过来啊 时间太多了呀 所以我是很感谢优管的啊 感谢互联网 能有这么多时间 何况我还能赚点钱 但是能养家糊口呢 就这么简单 所以人是一波一波的 你说之前我们关注过两个话题嘛 一个话题是一个叫李将军的话题 是阳兵变 那是确有其事的话题 当时很多人都特别嗨 后来这个中央军我开了所谓的军事改革会议 改革会议 完了以后我们看到李将军 哎不仅仅没有维席包子摁倒 都已经撤职的人是不是 完了以后还坐在前排 过了一段时间 又说他已经当了陆军的总司令去了 没有将 没有维席包子搞死 还还还继续了 后来有人就开始传啊 传谣 造谣传谣 有点道理啊 说这个李将军很有可能的军委副主席 结果军委副主席的这个名单出来的吗 是不是 那个一个叫什么 张有霞的人72岁的年任了 对吧 还有来了一个河 河什么东啊 以前是东部战区的总司令 哎你看他没有 他用的是东部战区的总司令 他没有用陆军总司令 用的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是什么 是准备打台湾的吧 应该是是不是 海军居多 真的 南海吗 东海吗 就这个东西 所以你知道西包子肯定是有他的想法的啊 那这个想法我们不管他了 说起来也挺好的 我们就主要是关注这个李将军这个人 所以李将军到目前为止 他连这个什么 连军委的委员都不是 真的 就是一个陆军司令 一个区域的司令员而已了 那当然更不可能是军委的副主席 那问题就来了啊 就是你现在基本都没有进入军委委员 什么叫军委委员呢 比如过去的牛园是军委委员 过去的古军山是军委委员 是不是 过去的张扬是军委委员 他都是这样子的 军委委员也很有权力的啊 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军委副主席嘛 然后军委委员嘛 是不是 这很重要的 结果李将军都不在列 这跟我们的造谣传来的就相去深远啊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李将军并没有因为沈阳兵变的事情 就是就是被习被习近平以前给崩掉啊 或者说就把他直接撤职去赶回老家的 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他还在 就说 为什么呢 我听北京的人告诉我的啊 这么几种说法 说呢李将军呢 的确呢 在军队里面呢 是有一定的声誉的啊 这个人呢 就专业带兵 还不错的 有点能力 他很有很有威信的一个人 所以西包子呢 让他成为了这个中央委员 但是呢 并没有给他实际的职务啊 当然他也许是还是陆军总司令的 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换掉啊 他目前为止没有换掉啊 就跟那个胡春华一样的嘛 胡春华还是中央委员 但是呢 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就没什么实际的意义了 对吧 所以李将军也是同样的如此 基本上李将军的这个待遇呢 跟那个胡春华是挺像的 所以李将军就是一个中央委员 然后是可能是陆军总司令 然后其他的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就没有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看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习主席会 习皇上会把这个李将军就这么轻松的放过嘛 我们都知道 习近平搞的这一步 他是谁都不相信的 他即不会相信张悠霞 他也不会相信新旗上代的什么什么东 什么的 但他更不可能相信李将军 因为他跟你们之间有娘子已经接起来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北京这边就是要在最黑暗的时候要有希望嘛 然后就各种船 你说这个部队里面到底有哪些人会起兵造反呢 是吧 一会儿就想起蔡厄呀 一会儿又想起这个孙中山的北伐呀 是吧 各种说法 因为你在现实里面看不到希望嘛 你就去寻找历史嘛 阅读历史嘛 然后你就分析西包子有没有过 跟谁有过节呀 会不会起兵呢 还说这个胡锦涛这边过去的哪些人是他的人吗 会不会起兵呢 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当然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呢 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招摇招摇 是不是给大家买点希望 而且 而且这个现在西包子这么干干的这么难看 他真的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你很难讲 很难讲 所以有很多人说不可能 中国人没有这么有血性 这个话我也不同意啊 我真的不同意 你中国人没有这么有血性 你怎么解释中国的历史上那么多次的农民起义啊 是不是 你怎么解释这个水 水波凉山啊 你怎么解释陈生吴广啊 你你怎么解释李自成呐 是不是这种起义多了去了 难道没有血性吗 难道今天的中国人就真的就是都是绵羊了吗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我再告诉大家一遍啊 这个有 你看人类社会它有几个东西它是不会变的 不要上共产党的当 第一是人性不变 我说的人性是什么 有先有罪 无知无利无耻 从有人类的那天开始 这种东西就从来没变过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将来还是这样 一定要记住 人性不变 所以你如果说你思考问题 比如说哎呀你不要用现在的眼光要求过去的人呐 你也不能用过去的人要求现在的人呐 这都是纯种被共产党洗脑的 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你知道吧 人性不变 诚实无广时代的中国人和现在的中国人在人性论的意义上没有任何区别 你如果有圣经训练的话 你就知道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人 人性和今天的人性没有任何区别 人性它是不变的 由于人性不变 所以第二个东西你一定要就是叫民情秩序不变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 他的民情秩序一旦形成 是很难很难改变的 你不是美国 我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个政治有那么一点信心呢 我早上收到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个邮件 他说我不会停止战斗 我就当场我就有点感动啊 美国这个国家 他的民情秩序就是以基督信仰为传统根基的 这么一个保守主义的秩序 他已经维持了几百年了 他这个民情秩序形成了 虽然现在美国的LGBTQ 美国民族搞那些妖卧子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种民情秩序没有人是他的这个 没有人能打败这种民情秩序 这种东西很难破坏掉 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除非上帝要把它打掉 就这么简单 就像我们说 为什么有些人就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比如说犹太人 犹太人他是圣经传统下的人 犹太人几千年 你从耶稣时代开始 就公元00年开始 一直到公元1948年 1948年 犹太人复国 在1948年的范围之内 对吧 犹太人就没有他自己的国家 没有自己的国土 也没有自己的社会 所有的犹太人都分散 所有的犹太人都分散到世界的各地 但是你惊讶地发现 犹太人的民情秩序并没有变 他们一直还捍卫着 持守着他们的伟大的信仰 你觉得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怎么可能呢 我告诉你 民情秩序这个东西一旦根治在你的心灵深处 你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析问题要持守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是人性论不变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什么 叫做民情秩序不变 那把这个问题如果换成中国的语境的话 那你觉得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农民起义 毛泽东就是一场农民起义嘛 是吧 所以你过去的无数的农民起义 构成了中国的一个民情秩序 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他就会接干起义 就这么简单 就是他是一种非常低水平的一种民情秩序 暴力革命嘛 最后就整个山河流血嘛 是不是完了以后民不聊生嘛 但是这就是中国的民情秩序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你中国说不可能啊 这个李将军怎么会起兵呢 没有人会造反的 习大傻就做我的江山了呀 中国从此就完蛋了 是吧就这么说话的 所以呢 我是不太赞成这些说法的 因为他这么说话的话 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所谓的成王败寇 成王败寇这个话对不对呢也对 它是短期之内的一个一个历史性的描述 短期也许这个短期有多短呢 也许是一年 也许是几个月 也许是十年 也许是二十年五十年 所以为什么西方有人说这个专制国家 他就是七十年呢是吧 七十年是个很吊诡的数据啊 七十年 但是七十年是个绝对数据啊 也可是不到七十年 也许七十多年 你说中共他就是这样的 这会儿 本来邓耀平搞改开搞的还行 是吧给土工去命啊 结果出了个习近平 你这么搞笑 你不是拆自己的台吗 你旁观者清是不是 所以七十年的这么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独裁国家的七十年的一个短命现象 哎 他是一个短期内的成王败寇 知道吧 但是长期来看 人性不变啊 长期来看民情秩序不变 立足于中国的民情秩序 我有足够的理由认为 不是李将军起兵 就是苏将军起兵 不是苏将军起兵 就是陈将军起兵 极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一个你根本就看不上眼的一个 一个乡下的一个人 他起兵一壶百壶就搞成了 你不知道的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 就习主席习黄习大傻 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样 中国非常的具有不确定性 非常的危险 大家多保重啊 昨天我跟一个朋友 我就回回邮件 你只要给我邮件 我都回的啊 他说哎呀 你这个我写了 我给好多这个这个大V写了邮件 就只有苏老师给我回邮件 哎呀我不是我夸自己 我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之心的人 因为我自己穷过我苦过我卑微过 我知道人家跟我写个邮件 挺不容易的 你为什么要装大拿呢 你有什么大拿呢 我跟你们一样呢 为什么不给你回个邮件 虽然花点时间 我又有什么损失呢 我都会给大家回邮件的啊 我都会说起安慰的话 昨天我说了一个朋友 我说哎呀 我说黑暗时的你要多保重啊 哎他又马上给我回来 他说看见苏老师跟我说你要多多保重 我一下子我就哭了 我告诉你我也哭了 谢谢